压力破表 我们依然勇敢做正确的事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叶利米书第26章 这一章所提到的事件 发生在约亚靖王刚登记的时候 约亚靖并不是一位好君王 他曾经烧掉叶利米先知的信息书卷 跟带领百姓们离上帝越来越远 在这样的风气之中 叶利米传递的信息 使他受到极大的逼迫 到底他能不能从这次的危机中 全身而退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叶利米书第26章 叶利米书第26章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靖登基的时候 有这话从耶和华 临到耶和华如此说 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对犹大众诚意的人 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 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一字不可删减 或者他们肯听从 个人回头离开恶道 使我后悔 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 想要施行的灾祸 降与他们 你要对他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若不听从我 不遵行我 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 不听我从早起来 拆遣到你们那里去 我仆人众先知的话 你们还是没有听从 我就必使这殿如释罗 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 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 说的这些话 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 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 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 说 你必要死 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 说这殿必如释罗 这城必变为荒场 无人居住呢 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 聚集到耶利米那里 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 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 坐在耶和华殿的心门口 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 这人是该死的 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 正如你们亲儿所听见的 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 耶和华差遣我预言 攻击这殿和这城 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 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 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他就必后悔 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 至于我 我在你们手中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 就那样待我吧 但你们要确实地知道 若把我致死 就使无辜人的血 归到你们和这城 并其中的居民呢 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 到你们这里来 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 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 这人是不该死的 因为他是奉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 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 对聚会的众民说 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 有摩利沙人弥迦 对犹大众人预言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喜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 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 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 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 岂是把他致死呢 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 恳求他的恩吗 耶和华就后悔 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 降与他们 若致死这人 我们就做了大恶 自害己命 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 说预言 是激烈耶铃人 是玛雅的儿子乌利亚 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 说预言 攻击这城和这地 约亚晋王和他众勇士 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 王就想要把他致死 乌利亚听见就惧怕 逃往埃及去了 约亚晋王便打发 雅各坡的儿子 以利拿丹 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 他们就从埃及 将乌利亚带出来 送到约亚晋王那里 王用刀杀了他 把他的尸首 泡在平民的坟地中 然而 杀藩的儿子亚西干 保护耶利米 不交在百姓的手中 致死他 面对众人的质疑和逼迫 耶利米 乌利亚 和那几位尤大长老的压力 一定都很大 但他们仍然选择说真话 做对的事 这真的很不容易 亲爱的朋友 如果是你 身在这样的处境里 你也愿意这么做吗 求神赐给我们勇气 不管是在职场或生活中 都能勇敢坚持 做和神心意的事 同时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总是能温柔 和平地向身边的人 传递神的心意 我们且得够 亲爱的爵苏 求你赐给我勇气和智慧 坚持做和神心意的选择 也能好好的 向别人传递你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每一天 都在神的心意里 活出美好的生命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